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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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的读书的读书的读书 下面讲第二个科判 以此建立佛陀对解脱者来说是无期的 这个分四个科判来讲 四个科判第一是宣说内道和外道道士的差别 第二 了知差别而对佛生起精心之利 恭敬心的意思 了知差别而对佛陀生精心之利 第三 作者通达次义而对佛生心之利 就是宗喀巴大师的意思 作者通达次义以后而对佛生起精心之利 第四是建立佛与佛法成为正粮而舍矣 建立佛和佛法成为正粮而舍矣 就是分四个科判其中第一个 用两个颂词来讲第一个内道和外道本色的差别 如是召见善宣说 离之随行后学者愿离一切诸甩顺 所以耕出所有过患苦这是第一个颂词 第二个悲力拎之教法者 常求辛苦而修行 凡如护患诸果就我见耕为耕胜过 这两个颂词首先第一个说内道的本色 如何殊胜之利也就是说佛陀你已经如理如实的 无有任何障碍地照见了一切万法真正的实相 照见了之后如果世间的一些傲慢者 他自己懂得了以后不一定给别人说 但是他以悲悯心为所有的众生面前已经闪烁 所以闪烁跟宣烁有差别的 一般世间人所说的他不是以大悲心应法而说的 所以不叫闪烁对众生完全是有理的这种语言叫做是闪烁 以大悲心而应法的 以智慧而应法的 完全对众生有理的法叫闪烁 那么佛陀是如理如实地照见一切万法之后而闪烁的 所以你的随后者 就是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这些人 实际上已经远离了一切的损害 衰损 衰损的话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堕入一个寂灭的那种涅槃 这是轮回当中的一种碎盘 如果意味地贪执某一种法这是轮回的一种碎损 那么佛陀的真正学习大乘空行的人们 远离一切碎损为什么呢 因为根除了所有的过患什么过患呢 就是说无明 卧智 失智这些在佛教里面来讲 所有的一切万法在生意当中寻找的时候 最后一切都是得不到的 这个是万法的真理就是这样的 《大宝积经》里面也讲了 自信本来空 无相无有体一切诸法中法体不可得 所以真正的思想其实没有我和我所 没有烦恼无明一切实有的法全部都是没有的 因此说我们可以说本是你的教法完全是正确的 因为所有的这些失智不承认所有的失败不承认 没有的原因也是根除了我之和失智的缘故 而其他的外道并非如此 也就是说背离了你的圣教 啊 背离了你的圣教 这些外道虽然他们长久辛辛苦苦地修行 长期的苦行在外道里面苦行的人特别多 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行持外道的许许多多的苦行者 啊 好像佛陀在《大庄严经》里面 《大庄严经》里面也讲了很多外道各种各样的行为 《无垢王尊者的圣城宝藏论和宗法宝藏论》当中 也讲了外道各种不同的行为和见解 所以他们虽然在世间长期当中这样做苦行 但因为没有动到我反而好像是 他们呼唤各种各样的贪心 嗔心等等 人类的过患一样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原因是他的我见 十有的见根深蒂固没有一点都是坚损和摧坏 以这样的缘故他们的这种苦行就是无理的苦行 所以佛陀在《大庄严经》里面也有一个教证 说是赤诸外道等勤修无理苦无有利益的苦行 耽著虚妄力见受未上世 这个经典里面已经说了我们世间当中有很多外道 他没有任何利益的苦行没有任何利益 有利和无利的苦行很重要的否则可能现在有些人认为 哦 佛教有时候是日中仪式佛陀也以前苦行过 我们佛教也是课长途等等有一些这样的说法 但是这个是有利的对今生和对来世是有利的一种苦行 这个道理的话 《长阿含经》 《正义阿含经》还有《扎阿含经》 还有《佛陀出世经》等等这些经里面有不同的说明 佛陀他所讲到的有利和无利的差别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懂得否则没有智慧的人 啊 是对啊是我们也有一些苦行啊 是不是我们也天天磕大头啊 包括宗喀巴大师当时也苦行说 他天天光教转塔和转寺院教掌都已经懒了 天天供满刹手掌都懒了 手掌都磨懒了有这样的 尤其是他当时正在读《护护论》的时候 一段时间为了后人为佛法而苦行也做了一份苦行 但是这种苦行最后真正已经开悟了 开悟以后给世人宣说了真正的真理 落体外道和边如天外道 梵田外道 它们有没有这样的真理啊 这个我们可以有利无利地从两方面进行对比 所以有些教理上 修行上 窍诀上你只要对照的时候 才会明白 所以当年根尔丘培尔他到印度去 跟很多外道进行交流 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就深深地感到 越来越从真理上寻找的时候 他说我当本事的伟大之处自然而然会明白的 他说过有些宗教通过学战而得到的 而我们的佛教是什么样呢 他说一个很平淡的语言 他说是不杀害虫类的这些比丘们进行弘扬 弘扬到乃至东海到西海之间 弘扬者思想的方法完全不同的 他们有些宗教有些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有些是为了各种各样覆盖真理的方法来进行传教的 而佛教是什么样呢 不杀害任何众生的一种真理 包括连虫类都不杀害这种精神我们想一想 不害众生的而且这种众生不是光是人类 所有的众生这个是佛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慈悲方面的超胜在这里面是没有讲的 这里面只是讲缘起空性方面的超胜 所以我们一定要还有一份 我们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不杀害虫类的一个比丘 好像这是很简单但实际上里面有很深深的意义 我们这个佛教是什么样的性质 在性质上应该对人类也好对整个世界从来没有产生 以佛教的教义来没有做过战争 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佛教徒一定要懂的 否则的话有些佛教徒当中当然是修行不好的 修得安忍不好的动作都是开始拿拳来打别人玻璃的 哎哟啊 这个是佛教徒里面特别可扯的 特别不讲道理的自己嗔恨心一发出来的时候 这是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呢肯定不是真正的佛教徒 只是穿这种佛教徒的衣服或者说有种怎么说 那种特别连自己的真知真念都是没有的 这种人只是外皮穿了衣服而已 但他是不是真正大乘佛教徒呢绝对不是啊 因为大乘佛教里面我们《入行论》里面怎么讲的 修安忍是怎么讲的把所有的众生看成什么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布施自己的身体 连一句话都承受不了一点点事情都接受不了的话 那这不是佛教的精神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人的过失贴在教义上 这是容度能要了知 下面讲的外道跟佛教有不胜之处在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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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